陳佩琪稍早到看守所送惠客菜 也帶了枕頭跟梁琪 不過枕頭跟梁琪是被北索給退回了 但是大家值得關注的是 陳佩琪再次代替自己的丈夫 親上火線 解釋了一些金流 而且還提到北檢之羅茲 他罪名認為這北檢根本就是針對他們 還哽咽說這夫妻的心更靜 不曉得這柯文哲對市政這麼認真 結果導致今天會在這邊 講得很哀怨 但是對金流的解釋帶你來聽 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的 已經跟檢調連政署說明了 我們家的金流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家沒有任何財產來源不明的金流 那我會做那種ATM的小額領財 那是因為我從2014年之後 本人變成了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用一個機器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壓力 那我不會想到說我這種用ATM理財的方式變成人家離知我罪名的一個證據 我的存體的紀錄 我不曉得有多少筆啦 因為所有的那個存折全部都被人家 被人家扣押 被人家扣押住了 但是我想請 檢調去把我的存體的紀錄去做collation 不要把我的存款的紀錄跟我先生市政的行程綁在一起 好 剛剛陳佩奇的說法非常多 你可以觀察到旁邊還有黃珊珊 是誰叫她出來這樣講呢 我們簡單整理一下陳佩奇剛剛的說法 您看到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關於金流的部分 因為金流涉及的就是柯文哲 接下來究竟是辦土利或者是辦收賄 這是關鍵之一 再加上陳佩奇自己會不會也有事呢 他解釋沒有不明來源的金流 還提到因為2014年變成名人之後 他很少去櫃台 習慣用ATM來大筆的存匯款 那我們還提到自己的存折已經被扣押了 而且不要把這個存體的紀錄 跟他先生的市政行程綁一起 對北檢喊話你不要之羅我罪名 甚至還提到他個人理財 根本就不知道柯文哲這些金流 到底在做什麼 第二個部分是4300萬 陳佩奇又再度解釋了一次說 他那時候看到的屋主兄弟 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大概就是70到75歲 不曉得對方的身分 他就是去簽約而已 還提供了網銀賬戶 那麼針對4300萬的部分 其實要針對的就是 外界對於這柯文哲拿錢去買這4300萬的商辦 作為一個澄清 畢竟現在這個商辦被質疑 尤其是被鍾小平質疑 他們找的誠信屋主買商辦 而這些人是不是就是 金華城邦的人來介紹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警調很有可能將這兩者串連起來 但你可以看到陳佩奇 再度親上火線 針對這兩大金流的部分解釋說明 以上是這一節政治觀察 再把時間交回配音 我的確在阿伯上靠收押之後 可能很多柯黑看到這個畫面 覺得大快人心 但很多柯粉看到之後 非常難過傷心 但蘊涵過去曾經跑過一小段時間的 這個司法檢調線 想要給觀眾一個概念 其實這只是整個司法攻防的開場而已 因為其實這樣的一個收押 只是代表法官擔心他會有串供逃亡 或是涉嫌重罪的疑慮 所以將他收押起來 而這回柯文哲 其實以資訊的法律實務來見解的話 那麼這樣的收押恐怕只是手段 接下來還會有起訴 還會有一審 還會有二審 而這時間可能很長 我們來看到這一張帶您掌握 檢方現在要追的 可能就是收惠的這部分的關鍵了 因為我們從這裁定書來看的話 同樣的證據 本來一開始說無保請回 後來變成說收押 當中北檢就是從 把原本要主供的收惠 改為主供圖利 可能現在很多觀眾 還搞不清楚圖利跟收惠 簡單來講 圖利的最比較輕 涉犯刑期是5年左右的刑期 收惠的部分是涉犯10年以上 甚至無期徒刑 也就是說現在是以比較輕的罪 來看這件事情 那麼掌握了包括議員的質詢 便當會跟公文親筆簽名 這部分讓柯文哲沒有辦法去 撇清說他明知道 金華城有違法疑慮 仍然讓他通過 但是有沒有涉嫌收惠 關鍵就在這兩個字 金流 金流到底有沒有串聯起來 現在在裁定書上面 可以看到這行字 就是在沈慶晶論功行賞時期 這妻兒的賬戶出現的不明資金 剛剛陳佩琪其實也出來 再度喊冤 現在這檢方所掌握的 這不明賬戶 還有不明金流 究竟能不能從原本的圖利 串聯到這收惠的這個罪行呢 這個陳佩琪剛剛也有提到 這些錢只是因為 他變成名人之後 他不想要去這銀行櫃台 去辦理大筆金額的匯款 所以才會去ADM來操作 好 這樣的說法 到時候法官到底採不採信呢 這就可能牽涵關設到 接下來這柯文哲 究竟會不會以圖利罪來辦 還是以收回罪來辦 我們看到下一張 其他媒體人又是怎麼看 其實你看到這媒體人 這個郭正亮有提到 過去來看 圖利罪被羈押的人 其實是比較少見的 而且還有提到一個重點 在國外其實沒什麼圖利罪的 反而是看有沒有實際金流 有沒有收回的實際要件來辦 所以現在等於全世界的媒體 都在看說 到底這阿伯有沒有涉犯 收回這一個比較重的部分 就看接下來包括審信金 還有應小威 現在還有包括收押的彭正森 同樣他們的供詞 以及他們所供出來的一些證據 有沒有辦法構成所謂的收回罪 但如果沒有的話 阿伯現在被收押 或是未來這法官覺得說 他罪得不至於此的話 那麼這樣擺壓的話 國家還要賠給這柯文哲 而且你看到其他的媒體人怎麼看 律師林之群就提到了 現在看起來 接下來劇本會是這樣的 如果不會抗告 等於柯文哲會被擠壓兩個月 那麼擠壓原因沒有消失的話 會再續壓 根據法律來看 其實最多會被擠壓四個月 那麼他就估 四個月現在九月了 年底了 那麼如果一審判決出來之前 再拖個一年 還要算一算 也是2025年的年底了 所以這位律師認為 明年年底之前 阿伯的活動 可能會暫時跟大家告別 以上是這一節 有關柯文哲案的最新掌握 我們再把時間還給文華 好主播各位觀眾 下屆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檢署 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昨天 是遭到擠壓禁見 我們今天一早也請來了 專業的律師劉瑋婷 來為您做專業的分析律師早安 新美好 大家好 好 根據了解 現在民眾黨主席 是遭到擠壓禁見 但他們的辯護律師 若是提出抗告有機會嗎 但我們就要主要先來為您說一下 抗告的流程大概是 他們的辯護律師 就會把這個抗告書狀拟好之後 送來台北地方法院送到高院 而高院的何一廷作為裁定之後 大概分為三種結果 第一個就是駁回 也就是維持現在 柯文哲是遭到擠壓禁見 再來就是自圍裁定 接著第三種可能就是發回 北院來更審 很有可能柯文哲就要再度 回到台北法院 來再次召開第三度的家庭 但是我們就要來聽聽看 律師是怎麼說的 好 其實這個法官 在地院的裁定當中 我們知道要積壓一個被告 重點不是在被告有罪無罪 當然有罪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犯罪嫌疑重大 但是另一個更重要的條件是 是不是因為有人犯在逃 擔心篡證 或者是湮滅證據的問題 這也是地院法官最後裁定 是依照刑事訴訟法 101條的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來積壓柯文哲的 可是地院的法官 卻在這個裁定當中 沒有具體的指塞 到底現在有哪一個共同被告 正在外面逃 擔心去勾穿 或者是有什麼證據會擔心湮滅 只是空泛的去說明說 因為這涉及到200多億 公益性極高的案件 所以與其給他交保 跟與其給他積壓 認為積壓他 跟這個公益性來比較 積壓是比較微不足道的 所以認為應該用積壓的方式 來讓柯文哲入到監獄裡面去 防止他穿證 可是在我們大法官會議解釋 665號裡面 就有特別說明到 如果你今天要積壓一個被告 擔心他串證 應該要具體指塞到底是誰 所以我們回想一下 上一次地院裁定 也就是積壓彭政生的時候 那時候的地院把關是有說 有一位共同被告 叫做邵秀沛在外面逃亡 所以導致是 因此導致彭政生是被積壓的 可是在這個柯文哲被積壓的 這個裁定書當中 卻沒有去指塞到底是誰 會可能因為勾串 所以如果說今天柯文哲的律師 以這個理由來起訴抗告 的確在理論上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跟各位觀眾說明 在實務上面 我們大部分只要被告被積壓 即便律師抗告到高院 也很少見高院法官 會支持律師的說法 讓案件發回地院 多半都是駁回律師的抗告 維持這個地院積壓的裁定 好 但大家還記得嗎 其實這一次柯文哲第二度開家庭 陳審法官是不審新事證 因為他們認為說有部分現月 再加上要公平對待 所以他們是不審新事證 也就代表說第一度 柯文哲無高請回之後 檢方是拼命約談了相關人 以及被告證人 但是這些新事證 全部都不是用在第二度的審卓範圍內 但是明明第一次北檢就已經用相同的證據 送到了北院要開生涯品 但是為什麼明明是相同的證據 律師這邊會怎麼看說 為什麼最後的結果會這麼不一樣 一個是無保警回 再來是最後變成羈押境界 沒錯 當我們律師一聽到說 最後的結果居然是羈押的時候 其實也非常的患然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也會認為說 既然地院法官維持跟前面那位地院法官 所審理的內容證據都是一樣的 什麼東西都沒有改變 怎麼會一個認為是無保 一個認為是羈押 影響這麼巨大呢 但是我要跟各位強調 我們後來看到法官的羈押裁定書 我們發現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柯文哲的說法改變了 原來在地院法官 柯文哲的說法是他都不知道 可是在這一省的地院法官 柯文哲改變說法 如果大家注意看羈押裁定書 第一句話法官就說 柯文哲承認了部分的事實 甚至在第二段也說明 柯文哲現在暫時承認了部分的事實 也因為柯文哲承認了這些部分事實 導致法官認為 你明知違法 人執意要給予金華城這樣子的一個獎勵 所以導致已經涉犯了土利罪 而且犯嫌重大 所以在這個案件 之所以會大逆轉的原因 不是因為有任何新證據 而是因為被告柯文哲自己的說法改變了 但是我們就想問了 現在律師這樣怎麼看的話 因為柯文哲現在是被羈押 但是對於說他其他的被告 像是神慶金安 吳順明 或者甚至是彭政生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好 原本柯文哲是一個無保請懷的狀況 所以對這個案件來說 對律師來講 可能都會認為說 是不是有機會全部無罪 所以包括彭政生或其他被告 都在期待有可能往無罪的方向 但是現在看到一個結果是 連柯文哲都被羈押了 在這個狀況下面 所有其他的被告更是害怕 既然法院都認為柯文哲涉嫌圖利了 那我是彭政生更可能涉嫌圖利 在這個狀況之下 大概會馬上的看誰優先的趕快認罪 取得最好認罪的條件 跟檢察官交換 來獲得比較輕的處罰 所以你會後續趕快看到非常多 可能被告陸陸續續就會認罪了 好 各位就了解了 現在其實是有審訊金 以及吳順明都有提出抗告 但是最後的結果 還是要由高院的何怡婷 來做出裁定 以上是我們掌握最新消息 把先進口交換同內主播 柯文哲動算 柯文哲手緊緊牽著老婆陳佩琪 與母親何瑞美三年堅定走向選委會 柯文哲造型看得出來 太太有特別打理過頭髮也去塞斗 柯皮選在登記最後一天當壓軸 身旁找來十名婦女代表 要搶公婦女票 柯文哲登記前也特別發表公民憲政演說 從參選以來 柯文哲就不再是 柯文哲一個人的柯文哲 而是承載著全民的意志 秉持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精神 一起走到今天 因此在正式登記之前 我要鄭重的宣讀 柯文哲與台北市民的約定 提升市府團隊服務品質 無知不分難 一切政策由市民做主 從人民需求和最大力出發 講話一向Follow my mind 柯文哲首度鏡頭前照稿念 甚至幕僚自備獎台 這次簽署合約 登記規格果然不同於網 這個就是你那個是虎皮的時候造的 沒有的 這個就是學士造的時候 太太細心幫忙 還秀照片給大家看 柯文哲以前的模樣 就在要離開時 遇到親民黨經濟登記 橘子也給 柯文哲加油打氣 加油加油加油 謝謝 謝謝 柯文哲加油加油 謝謝 冬算冬算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 有人不擁抱橘子嘛 他幫我們捏蛋了 話說得很酸 柯文哲雖然沒有大陣仗登記 但親民黨的力挺 也讓柯文哲的市長路 更跨境一大步 通知新聞 雅神中家好 再次報導 看守所 而在看守所外面 我們稍早也有為您報導 有一大群是反對柯文哲的民眾 他們是非常高興 甚至是大聲歡呼吶喊 但是呢 在這群人裡面 也有一群人 他們是比較低調的 他們就是支持柯文哲的小草們 大多數人都很低調 但是我們有找到其中一名 願意受訪的柯文哲的支持者 我們來聽一段他的最新訪問 我相信他啦 因為當醫生的 這麼有SOP的人 好像蠻驚訝的一種 那你本來會覺得 今天小草會聚集嗎 應該看起來好像不大會 嗯... 相信他是被迫害還是什麼這樣 你們的想法 比較相信他被迫害 是喔 嗯... 所以他們接下來會有抗告 你希望他是抗告成功 對啊 抗告成功 當然是... 當然是如果說真的有證據 就拿出來吧 沒有證據的話就... 對 就... 在台北看守所外面 除了支持柯文哲的民眾 還有反對柯文哲的民眾之外 還有一人就是網紅四叉貓 他在稍早的時候 也來到台北看守所外面 他說他是要來拍照打卡 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而且他還拿著自製的 這個司法迫害的手燈 並且也對鏡頭喊說 阿伯加油 其實他在之前 柯文哲第一次召開吉阿婷的時候 他就是跑到北檢外面去直播 還跟小草發生衝突 現在柯文哲確定被收押之後 他也跑到台北看守所外面來打卡 並且說阿伯加油 現在對比起來也是相當諷刺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主播 9月1號凌晨 賀文哲無保請回 前腳剛走 北檢立刻找新市政 天天有動作 這有追究什麼樣的警示嗎 所以你以為這應該會不會有點委屈啊 9月2號約台安被視為精華城案 關鍵共犯的現任北市都委會執行秘書 邵秀沛 9月3號檢方不僅下午去到看守所問訊 在押的威京集團主席沈慶景 時任台北市副市長彭正神 和議員映小威 晚上在緊急約台 時任柯靖總財務長李文宗 不僅如此 在這期間 廉政署也密訊了時任台北市都發局長林忠明 這些人都是精華城案的關鍵人 有的咬出柯文哲明明都知情 有的人透露相關金流 成為檢方力拼羈押新證據 但最後卻都不列入柯文哲 二次開羈押亭的審酌範圍內 通常不採納新市證的部分確實是比較罕見的 那這次主要理由就認為說 這些新市證可能過於龐雜太多了 那讓辯方這邊沒辦法好好的準備 沒辦法充分準備的話 恐怕影響到他憲法的訴訟權的部分 的防禦權的行事 不採新市證看似對檢方不利 但律師認為早在第一回 檢方已掌握好證據 再加上高院發回跟裁的內容 認為裁定無保請回的法官 沒有就檢察官提出的市證 給予綜合評價並不適當 檢方其實可以接續的攻擊 這個原審的裁定的內容 到底哪邊有瑕疵 那在就原本的資料來提出說明 其實就很有可能認定說 這是有犯罪嫌疑重大的問題 檢方立憑早期的新市證 二度家庭都不省著 對警察官增加挑戰 但不管如何在案件 還沒有定驗之前 柯文哲都是貪污治罪條例的 柯姓被告 短新聞 呂家憲 彭新美 趙毅潔 林玉全在台北報導 所以已經確認一下 是來提抗告書的嗎 沈靜靜29號被收押禁見 等了一週 律師終於來遞抗告書 再押被告還有應小為助理吳順明 也在4號提抗告 前副市長彭振昇也不想被收押 但抗告狀3號晚上送達高院 卻沒有請簽 被高院通知補證 目前只有應小為沒有提抗告 是不是咬出了重大市證 跟其他被告一樣 直指柯文哲明明都知情 是有接受什麼樣的解釋嗎 證訊有沒有做什麼準備 精華承案關鍵被告 時任督發局總工程司邵秀沛 2號被簡連詢問16個小時 吳寶請回 柯文哲搖頭說不知道的 自創20%容積獎勵 她是重要推手 當時一次在審議會中 就多次提醒時任副市長彭振昇 這方案有風險 彭振昇也咬出柯文哲都知道 甚至親切交辦精華承案 公文還寫著鳳交薩 少壽沛和彭振昇 兩名被告的證詞 可能打臉柯文哲不知道的說詞 沒有一個長官跟我來關說 決定不可能的 還有前北市兵役局長朱雅虎 31號柯文哲機家庭召開前 檢調密訓她 因為檢聽一文中 疑似聽到朱雅虎跟應曉微說 我有向主席報告 查不到的金流 因此與假證案扣上 更間接證明 柯文哲積積極介入精華承案 他是用背信罪 擔任被告的角色 他可能的證詞 是多數跟木可的金流有關 還有時任柯靖勇 財務長李文宗 從證人身分轉被告 檢方3號二度約談他 將金華承案跟木可假證案 之間的不合常理勾勒分明 調查局也二度密訓會計時端木正 發現柯文哲的 政治現金申報中 有四筆打著授權金銘木 共計一千三百萬的不明金流 轉入木可 從容積率暴增到賬戶暴增 阿伯已經不能抓抓頭裝傻 再說不在就不應該 東三星人事務中心綜合報導 從客觀上來看 過往一旦是被收押 提起抗告 律師提抗告 高越都沒再信的 就算有理由 違反法律也都沒再信的 但是我必須老實講 如果站在柯文哲律師的角度 我認為這個地院的法官 某個地方是有點瑕疵的 例如說我們記下一個 重要的條件就是 現在有共犯在外面 你擔心跟他勾串 所以要把你壓起來 讓你不能跟這個共犯勾串 可是法官說法是 沒有一個具體的共犯是誰 沒有講具體哪個共犯正在逃 哪個共犯你擔心跟他串針 他都沒講到 他就只有很空泛的說 因為這個案件一直滾動的發展 然後你跟應小威 跟彭正生的說辭是不一樣 但是應小威 彭正生 都關在裡面怎麼勾串 所以會讓我們覺得說 他到底符不符合羈押要件 我從法院一審的 我從法官這個裁定 看到柯文哲重罪 重罪 重罪 但因為很重的罪 所以柯文哲你被關好像剛好而已 但沒有講到 我們羈押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可能逃亡 你可能為了勾串哪個被告 然後導致這證詞受到問題 所以才讓你有變成一個羈押的原因 但這邊沒有看到 所以或許這會是律師提起抗告的原因 但說真的提起抗告我認為高院也不會接受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在台北看守所外的最新情形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他是因為涉灘遭到了收押境界 也在晚上的6點33分的時候 送進了這個台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外面是聚集了大批民眾 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離開 而其中一位民眾我們也訪問到他 他說他在得知柯文哲被收押的消息之後 就立刻自己自製了一個大刊板 上面還有寫著一些標語 我們來聽一段他的稍早訪問 知道裁定結果之後趕快做的 對 很開心啊 我一直喊他 阿伯真喔 你心處真喔 真喔 剛好這個柯文哲送進看守所的時間是晚餐時間 根據看守所的菜單 今天的晚餐除了有滷豬腳 還有紅燒魚丸以及食品蔬菜 還有味噌湯 總共三菜一湯 而根據看守所的最新聲明顯示 柯文哲他入住的是多人的設房 而且跟本案的其他被告都沒有住在一起 另外他如果在這個期間有感受到身體不舒服的話 也會來協助他看診 以上就是我們在這裡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 今天台北地院是在下午的時候 是重新召開了積壓庭 但是歷經兩個半小時的討論 這個地方的法院 最後是裁定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是積壓禁見 但或許是柯文哲知道這一次狀況是不太樂觀嗎 因為他在稍早的時候 也在臉書上是PO出了一段影片 是來向小草還有支持者以及黨員來喊話 馬上帶您看一下這段影片 大家好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狀況 不好意思讓大家擔心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一天快樂過每一天 心存散念盡力而為讓我們繼續努力 好的就是這一次的影片我們也聽到就是柯文哲 他也來向小草們信心喊話 是要大家心存散念是繼續的快樂過每一天 但是這或許民眾黨的成員可能沒有辦法 心情上面是這麼輕鬆 因為在今天的時候 其實在下午晚間 這最後的裁定是出來是積壓禁見的時候 在下午五點半 民眾黨的陸續成員是都回到這個黨部 來舉行這個緊急的小組會議 而就在稍早的時候七點半陸陸續去成員有離開 我們也發現了就是民眾黨的黨團的主任 這個陳志涵似乎眼角眼眶是有一點紅紅的 似乎心情是不太好 而且在稍早的時候民眾黨的立委們離開的時候 也有說現在被問到說現在是不是有代理主席的狀況 那他們也說現在是沒有這個代理主席的一個情況 因為現在這個包含當初的時候 也是希望說這個主席是不要請假的一個情形 但是除了這個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臉書上面 也有發出這個影片之外 那民眾黨在稍早的時候也有發出這個聲明 他們也是認為說為什麼這一次同樣的市政 但是上一次法官卻是裁定這個無包請回 但是在這一次的時候卻是遭到羈押禁見 因為基於相同的市政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不同的一個情況發生呢 而且他們也扯出到就是說 這似乎在這個現在這個台北市長蔣萬安 他在當時的時候這個都發局曾經也是有發出這個新聞稿 是認為說這個容積率應該是有就是釋切性 也有合乎這個法律性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法官也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判決呢 不過他們同樣也是堅信這個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清白 也會是支持他持續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目前呢現在時間大概是 就是民眾黨的這個緊急應變的這個小組的會議呢 是已經經過兩個半小時多的左右 那目前呢其實召集員黃國昌呢 是人還在這個黨部裡頭 那他們也說了明天早上的時候 會有一個完整的說法來對外來公開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消息 這把時間鏡頭交換給邦內主播 好主播觀眾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來關注司法矚目重案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稍早呢在歷經台北地方法院第二度召開的羈押亭 在稍早5點16分左右被裁定收押禁件 目前人已經搭著球車送到台北看守所了 而台北地方法院呢也公布這一次他們為什麼要羈押柯文哲的理由 其實背後呢跟這些被告的人物是有所關聯的 我們來看一看主要就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認定 沈慶金他是威京集團的主席 那麼在京華城的案件呢收受不法利益200多億元 而這背後呢讓沈慶金突立的關鍵也就是法官認定 柯文哲明知在京華城的容積超過560% 會造成違背法令還執意為之 所以造成這個被告宣慶金呢 可以收受這200多億的不法利益 所以說法官呢其中一個收押柯文哲的理由就是這個 而第二個呢收押柯文哲的理由 也就是呢提訓包含前台北市副市長彭聖生 目前呢他是在押的被告 此外呢還包含應嫂威也就是台北市議員 還有應嫂威的助理吳順明 那麼這幾名被告呢他們都跟柯文哲的說法完全不一樣 因此呢就認定在這背後可能是有勾串滅政之餘 將柯文哲收押禁見 不過要來說到柯文哲其實在面對第二度的疾壓題 他還加碼聘任了一名王牌律師也就是蕭逸鴻 曾經擔任過檢察官跟法官 而先前呢柯文哲的王牌律師團當中也有一名叫做鄭聲援 他曾經擔任檢察官15年也曾經擔任特徵組的檢察官 在這個檢便工坊當中不管是檢察官或是律師他們其實都是 大有來頭各有準備 不過在這一次台北地方法院在二度召開疾壓題 將柯文哲給收押禁見 所以說後續我們也關注到柯文哲的委任王牌律師團 他們將會提出抗告 後續東層新聞也會持續來掌握最新消息 各位觀眾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呢是來自於土城看守所的制高點 你在畫面當中所看到的這一台球車呢 就是柯文哲所搭乘的藝人專車 現在呢已經抵達到了台北看守所了 事實上呢在今天可以說呢 警方他們特別在看守所的附近呢 部署了400多名的警力 就是很擔心會擦槍走火 但是呢從剛才所看到的畫面看來 其實呢在台北看守所附近的群眾 有一大部分應該都是來看熱鬧的 因為所有的人在球車經過的時候 幾乎都是拿起手機來拍攝 你甚至還可以看到有人呢 是在看到球車經過的時候當場拍手 那麼據說呢在現場還喊起了口號 有人呢見到球車就吶喊著 土城的選擇柯文哲 顯然現在呢跟大家的想像有點不太一樣 這些小草支持者並沒有到這個看守所附近 那現在呢球車已經抵達 柯文哲也即將要吃他第一餐 他的這個豬腳能夠吃得下嗎 我們也會持續的為您來關注 好沒有錯 柯文哲跟北檢的第二站積壓停 兩個小時半之後 答案出爐了 答案是北檢逆轉勝 柯文哲被法官收押禁見 好收押禁見之後大家想問理由 但是北院的法官說他們會先預知結果 待會兒會把理由再會有一個裁定書 會再跟大家講到底理由會是什麼 不過這一次你可以看到360度的翻轉 從原本無包請回到現在竟然是羈押禁見 很明顯法官的新證佔非常大的一個成分 尤其是在過程當中是不是 柯文哲知情容積率變大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的羈押停當中論戰非常的多 有幾個小東西先給大家看 關鍵就是在1630就是下午4點半 開完羈押停之後 包括柯文哲律師走出來之後 其實臉色並沒有那麼好 其中包括了證聲員我們去問他 他只說他低調不知道這件事情 另外另外一個律師陸正義 他只說自己盡力了 這一句盡力是不是也預言了 現在柯文哲被羈押禁見了呢 另外我們也有發現到主任檢察官 就是北檢的中組的主任檢察官 江貞鈺他一直面露微笑 從出去到進來都是面露微笑 是不是也顯現這一次北檢的勝利呢 好 另外到底庭上有多緊張呢 我們從幾個方面給大家來看 還記得我們今天中午到下午 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一次的法官感覺比較 往柯文哲這個地方來走 因為他認為是說 不要有一些過去的一些激政 把他拿來這個羈押亭裡面過來聊 他不採政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次是卻完全翻轉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不採政過去的新激政 如果不採用新激政的話 那其實時間可以不用拉那麼長 但兩個半小時裡面 到底在畸變什麼樣的內容呢 如果據法界人士的分析 如果是法官有新證的話 坦白講答案馬上就會出來 但很明顯法官是沒有新證的 所以這兩個半小時內 左邊是檢方 右邊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師 雙方不斷的在答辯 答辯到一個結果之後 法官在拋清問題 雙方也不斷的結問 所以在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 最後才會做出這一個結論 那大家想說 當下為什麼不給答案呢 因為他4點半就已經結果出爐了 就已經雞壓庭開完了 但因為法官未酬慎重 所以等了30分鐘之後 才預知了這個結果 但原本想說是5點10分 但最後也拖到大概 快接近5點15到5點20的 這個時間點 才預知了這個結果 就是柯文哲被羈押境界 好 柯文哲被羈押境界之後 想必未來的發展會是什麼 對於北京來說 好 這是一個勝利 但對柯文哲來說 對柯文哲的支持者小嫂來說 當然是不會不服氣的 所以柯文哲想當然爾 他的律師一定會提起抗告 提起抗告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又要再發揮高遠 高遠又要再審酌 會不會又進到第二輪的 甚至第三輪的雞壓庭呢 我們也會持續為你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 但是公布了結果 柯文哲確定是羈押境界 這一次其實柯文哲的律師 鄭勝也提到 他整個過程當中他已經盡力了 但是檢察官也強調 張正義是說這整場平常心 看來他們彼此雙方 早就知道了結果 那麼這次確定在二度家庭 柯文哲是羈押境界 目前其實在北檢外頭 小草門的反應又是如何呢 以及目前北院狀況又是如何 我們先連線記者黃子鳳 帶大家掌握 子鳳 好 直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帶給觀眾目前最新消息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歷經第二度的雞壓庭 目前呢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下午的五點十六分左右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境界 好 這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所以說稍後呢 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師團 是否會對這個裁定來做出受訪相關的回應 目前我們都在台北地方法院的門口這邊 還持續在守著 那麼最新消息也就是今天大家非常關注 也就是下午兩點鐘所召開的二度雞壓庭 那麼再歷經兩個半小時的停訓 也就是呢在下午四點半的時候 停訓結束了 那麼呢結果就在五點十六分 出爐了柯文哲才定收押境界 所以說稍後呢柯文哲就會搭著求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這是我們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不過呢要來說到整起案件的發展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也覺得在最近呢 就感覺好像是發展不斷的變動 包含呢是二號台北地方法院 在第一次召開擠壓庭的時候 裁定無保請回 那麼再三號也就是在隔天的時候 台北地檢署不服因此提出抗告 那麼抗告也真的成功了 也就是呢在隔天高等法院發回耕裁 那麼就在今天也就是五號的時候 台北地方法院重新來召開擠壓庭 我們要來觀察這背後 包含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次呢 在裁定柯文哲無保請回的時候 原因是寫說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不過呢就在高等法院發回耕裁 理由卻是寫著認定被告柯文哲涉嫌呢 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因此呢希望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持續再來救命 也就是再來釐清究竟柯文哲是壓或者是不壓 而這起案件呢一開始也引起外界的華人 加上法界的華人 也就是呢柯文哲最初呢是無保請回 所以說這一次呢檢方抗告成功 稍早呢我們觀察到包含呢在庭訊結束四點半之後呢 主任檢察官江貞譽他所領軍的 那麼他在離開法庭之後 他面對媒體呢是表示平常心 而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師 則是回應他們已經盡力了 並且呢其中一名律師就在這個 停訊完畢之後才總算趕緊趁這個空檔去上廁所 並且來等待停訊的結果 那麼就在稍早下午5點16分 台北地方法院最新的裁定結果出爐 也就是柯文哲收押禁件 那麼稍後呢我們也會來掌握台北地方法院 究竟收押禁件的理由究竟是什麼 而稍後呢柯文哲就會搭著球車前往台北看守所 不過我們今天其實在討論今天這一次的第二度積壓庭 非常特別的也就是其實啊 這一次所召開積壓庭的成審法官 跟第一次呢台北地方法院所裁定無包請為的法官是不同人 那麼這一次呢成審法官他就才是不審心事證 也就是其實檢察官在這個過程中 深壓不成柯文哲的時候是非常積極 包含提訓四名在押的被告也就是呢包含台北市議員應早威 還有應早威的助理吳順明 另外呢還有威京集團的創辦人沈慶金等人 此外呢還包含再去二度偵訊 時任科辦的財務長李文宗 包含呢他原本是從證人的身份轉為被告 那麼現在呢第二度再來應訊的時候轉為被告了 而且呢我們也透過檢察官這些動作評評看得出來 其實檢察官是非常想要壓柯文哲的 不過呢就在下午這個庭訊不審心事證 其實呢外界也會覺得說是不是對柯文哲比較有利呢 不過呢答案結果出爐稍早呢下午5點16分 柯文哲才定羈押禁見 所以說我們後續也要來關注這委任律師他們的看法 現在我們就在台北地方法院這邊 稍後呢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師也會下樓 各界也會來關注委任律師對於這一次法官的裁定 他們怎麼看呢 這個委任律師包含呢陸正義以及鄭聲援 另外呢還有包含也是曾經擔任法官以及檢察官的蕭律師 他們這幾名律師稍後呢就會從法庭來下來台北地方法院的一樓 而我們就在這邊持續等待著 稍後等一下律師就會下樓 我們也會來了解律師的看法 而說到這整起案件從2號開始台北地方法院在裁定無法請回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就質疑說檢察官的動作是不是有不合理呢 但是呢不管如何是羈押還是招保 其實事實上柯文哲都是這一起案件檢方列為被告 也因此呢所以說押或者是不押 其實對法官的判斷原因來說 都是看看柯文哲在這個案件中是不是有構成包含 串政滅政或者是逃亡的可能 只要呢有符合其中一個要件可能就會被收押 也包含呢我們看到先前呢檢方發動密集搜索約談的 包含台北市議員應早威以及應早威的助理吳順明 另外呢還有包含威金集團的創辦人沈慶金等人 他們都是目前已經被押到台北看守所 那麼另外還有一件關鍵的人物 也就是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正生同樣呢也是在押的被告 而在這個過程中檢方呢有到看守所提訊 並且呢再度來約談包含呢 時任科辦的晉總財務長李文宗 那麼此外呢還包含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執行秘書 少秀佩這些呢都是檢察官在過程中希望能夠成為新市政的 所以說其實今天在午兩點鐘在開始召開集壓庭的時候 各界就非常關注在這一次檢便也就是檢察官跟柯文哲的委任律師 檢便雙方的攻防勢必在庭上各自呢都是做好準備的 雖然說不審新市政不過呢這一次第二度召開集壓庭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柯文哲收押禁見 而時間點就在稍早的下午五點十六分 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稍後呢律師就會從法庭來下樓 並且呢我們也要關注律師後續對於台北地方法院所裁定收押禁見 他們究竟是怎麼看的 而這一次呢大家也很關注台北地院來押柯文哲 其實我們剛剛所說的柯文哲收押與否的關鍵 其實就是要法官認定他在這個案件中是不是有串證或是滅證或是逃亡的可能 那麼只要有其中一個要件符合他就會被收押 這個目的也就是呢希望後續辦案來順利 那麼現在呢時間點來到下午的五點二十九分 我們看看一整天就在今天早上喔 台北地方法院來進行預券相關程序 並且呢就在下午兩點鐘召開齊壓停 那麼齊壓停停訓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呢就在四點半結束了 四點半結束之後呢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有看到柯文哲從法庭出來 並且到台北地方法院立下一樓的後程式等待結果 那麼就在稍早的五點十六分 柯文哲裁定收押禁見 以上是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所掌握的最新消息 好 沒錯 現在透過畫面可以看到呢 這個就在愛國西路上 那事實上在剛剛的這個整個結果出來之後 現在律師現在準備要離開這個北檢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畫面 對 你跟我們稍微講一下嗎 好 那剛剛公主在聽到這樣的結果之後 他能直接碰一下 我們現在是在跟律師走在一起喔 律師是不是現在心情蠻複雜的 謝謝 那後續的話會在開會跟其他的律師們 討論後續的狀況嗎 對 對 好 他都沒有講話 他都沒有講話等一下 至少等他走完吧 你盡在後面嗎 好 剛剛主持人知道這個什麼 親子人的反應是怎麼樣 他就沒有跟他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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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 你要連要跟我講 好 那沒錯 那可以看到律師在整個離開現場的 這整個過程當中 是完全不發一語的 針對柯文哲得知消息之後的反應 以及面對這一次在積壓停的最後的一整個結果 律師他並沒有表達整個他的這個心情的狀況 不過如果我們從現場的狀況來看的話 那你事實上可以看到在整個博愛路上的整個狀況 是已經圍起了兩層的警力部署 主要就是擔心可能會發生衝突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個博愛路呢 警力的配置是相當的多 那當然目前為止還沒有相關的衝突發生 一旦收穫有最新消息 東時間新聞也會持續來幫大家做掌握 再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